在中国的广袤土地上,有一个姓氏的踪迹几乎消失无踪,几乎无人知晓它的存在,这不仅仅是一个姓氏消失的故事,而是一个隐藏了五百年的家族传奇,这个姓氏的唯一传人宛如历史的幽灵,隐匿在时间的阴影中,当考古人员偶然挖掘出这个家族的祖坟时,这段隐秘的历史才被重新揭示, 为何这个姓氏在历史中悄无声息的消失,这个曾经显赫的家族,最终却只有一个人在继续传承呢? 大家好,欢迎订阅真正历史,在明朝天顺年间,一艘来自遥远西兰国的船只,缓缓驶入了中国的港口,船上载着一位身份尊贵的年轻王子,他此行的目的是向强大的大明朝廷朝贡,并学习先进的文化与技术, 这位王仔生于西兰王室,自幼接受良好教育,但内心始终渴望探索更广阔的世界,当他踏上中国的土地时,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一步竟成为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开端, 这次远航不仅是地理上的跨越,更是文化与身份的重大转折,王子来到北京,受到了明英宗朱祁镇的亲自接见,皇帝被这位年轻王仔的才智与求知欲所打动, 恩准他在大明居住一年,然而命运总是喜欢开玩笑,常年生活在热带的王仔难以适应北方的寒冷气候, 不到一年就患上了重病,处于对友好邦国使者的关怀,朱祁镇下令将王仔送往气候温和的福建泉州休养, 这一决定无意中为王仔打开了新的人生篇章,也为中国增添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一国情缘, 这一样就是整整七年光阴,在这期间,王仔不仅康复了身体,还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的文化与风土人情, 他学习中文,研究儒家经典,甚至开始穿着汉服,俨然一副中国文人的模样, 他的心灵在这片东方卧土上得到了滋养,思想也经历了深刻的转变, 然而就在他即将启程返回故国时,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传来,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原来在王仔离开西兰的这些年里,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王驾崩后,一场残酷的政变爆发了,国王的外甥趁机夺取了王位, 并残忍的屠杀了王室所有成员,更可怕的是, 这个篡位者还派出杀手,四处搜寻这位身在异乡的王子, 欲斩草除根,这场政变不仅改变了西兰的政治格局, 也永远改变了这位王仔与祖国的关系, 使他不得不在异国开始新的人生, 消息传来,王仔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和绝望之中, 他辗短反侧,也不能寐,回国无异于自投罗王, 可留在中国又该如何自处,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 他做出了一个艰难却明智的决定, 隐姓埋名,在泉州开始新的人生, 这个决定不仅是为了自保, 更是对自己新身份的一种选择和认同, 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深深眷恋, 为了彻底隐藏身份,王子将自己的姓氏改为是, 这个字既能暗示他的王室身份, 又不亦掩人注目, 他还给子孙立下严格的祖讯, 禁止后代向外人透露家族的真实来历, 就这样,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家族, 在中国的土地上悄然扎根, 这个决定不仅保护了他自己, 也为后代创造了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 同时也为中国的姓氏谱系, 增添了一个独特的分支, 从此, 士姓家族在泉州安家落户, 默默地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他们遵循中国的习俗, 说着闽南方言, 过着与普通百姓无异的生活, 然而在这平凡的外表下, 却流淌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 这个家族的存在, 成为了中国包容性和多元文化的一个生动力政, 展现了不同文化, 如何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交融共存, 世世代代, 这个家族的成员都谨记祖训, 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家族的秘密, 他们既不敢与人攀比显贵, 又不得不在暗地里保持一些与众不同的习惯, 以延续自己的文化传统, 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压力与矛盾, 成为了每一代人心中难以言说的纠结, 这种内心的挣扎和坚持, 体现了文化认同的复杂性, 也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包容性和多元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家族成员逐渐减少, 到了近代, 世姓一族已经只剩下寥寥无几的传人, 其中一位女性成员, 因为没有兄弟, 便招了一位姓许的上门女婿, 从此, 家族的姓氏变成了许氏, 这个独特的父姓, 成为了西兰王子后裔最后的标识, 这一变化不仅是家族历史的转折点, 也是中国姓氏演变的一个特殊案例, 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时光飞逝, 转眼间已是二十世纪末, 在福建泉州的青原山上, 考古工作者意外发现了一处古墓群, 当他们小心翼翼的挖掘时, 却惊讶的发现墓葬中有大量外国风格的素像, 这个发现立即引起了学界的轰动, 这次考古发现不仅是对历史的重现, 更是对文化交流史的一次重要补充, 为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 专家们通过对墓葬中的碑文和石刻进行研究, 惊讶的发现这竟然是一位西兰王子的墓葬, 这个消息已经传出, 立即引起了当地一位名叫许氏银娥的女子的强烈反应, 她站出来阻止了考古队的进一步发掘, 并声称那是她家族的祖坟, 许氏银娥的出现, 不仅是对家族历史的维护, 更是对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一种体现, 引发了人们对考古工作与民间传承之间关系的思考, 许氏银娥的出现, 揭开了许氏这个独特性是背后的神秘灭纱, 她向人们讲述了自己家族的传奇历史, 包括先祖是如何从西兰王子变成中国平民的, 更让人惊讶的是, 许氏银娥的左耳而过上有一个小孔, 这恰恰是西兰王室的遗传特征之一, 这一身体特征的发现, 不仅为家族历史提供了有利的佐证, 也为遗传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案例, 展示了基因如何在漫长的时间里保持稳定, 许氏银娥的故事很快传遍了中国, 甚至传到了斯里兰卡及古西兰, 一时间这位普通的中国女子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斯里兰卡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 立即邀请许氏银娥夫妇前往寻根问祖, 这一事件不仅是个人身份的确认, 更成为了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契机, 为两国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斯里兰卡, 许氏银娥受到了隆重的欢迎, 当地民众热情的称呼她为公主, 政府官员也对她格外优待, 许氏银娥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血脉相连的亲切, 但同时也深深感到自己作为中国公民的身份认同, 这种双重身份的体验, 不仅是个人情感的交织, 更是两种文化在一个人身上的融合, 体现了文化认同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回国后, 许氏银娥并没有被突如其来的名气冲昏头脑, 相反, 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 积极促进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的民间交流, 他成为了两国友好关系的民间大使, 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做出了重要贡献, 许氏银娥的经历不仅是个人的传奇, 更成为了连接两国文化的桥梁, 展现了民间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许氏从西兰王宅的远渡重洋, 到许氏家族的隐姓埋名, 再到如今的身份揭露, 每一步都蕴含着历史的机缘与人性的选择, 这个独特的姓氏承载了五百年的秘密, 见证了两个文明的交汇, 他提醒我们, 在这个互联互通的世界里, 文化的融合与传承, 往往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悄然发声, 而每个人的身份认同, 都可能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故事, 明朝天顺三年, 公元1459年, 西兰国王势利巴莱耶派遣王子势利巴交拉者, 出使大明以朝进进贡, 由于其率领上百人不远万里跋涉, 又带有大量奇珍异宝, 英宗朱祁镇亲自接见了他, 并赏赐了大量丝绸此迹, 得知西兰全国信奉佛教, 朱祁镇特地将皇宫中珍藏的一尊观世音菩萨此相赠送给他, 底部还印有大明天顺皇帝供奉字样, 此外,他还特地恩准施利巴交拉者在中国居住一年, 然而在北京没待多久到到了冬天, 施利巴交拉者此前从未体验过如此寒冷的气候, 因此很快就患上重病, 在郑远, 曾随郑和下西洋并出访西兰, 等人的建议下, 王子强称病体拜别明英宗, 最后来到气候温暖的泉州休养, 直到明宪宗成化二年, 公元1466年, 才彻底痊愈, 此时距离西兰王子来华已经过去七年, 是时候启程回国了, 不过当船队停泊在泉州港等待补给时, 一个噩耗却突然传来, 由于势利巴交拉者多年未归, 生死未卜, 王储之位空拳, 于是国王外甥, 王子表兄巴罗拉达趁机发动政变, 并将国王子侄杀戮殆尽, 为永绝后患, 他还派人前往中国寻找王子下落, 一斩草除根, 王在势利巴交拉者知道, 自己要是就这样回国, 肯定难逃一死, 加上父王已经去世, 自己也算了无牵挂, 于是他最终决定隐居泉州青原山, 十年三十九岁, 在正远的介绍下, 势利巴交拉者娶了一位因受迫害流落至此的阿拉伯贵族女子仆士为妻, 并改汉姓为氏, 同时, 他还给后代子孙立下祖训, 要求不可轻易对外人提及家族往事, 上世纪末, 专家组织对泉州青原山墓葬群进行抢救性发掘, 结果意外出土有大量西兰风格塑像, 墓中相关碑文以及石块上还有释迦坑三字, 经仔细研究, 历史学家才发现这正是西兰王子墓, 对于这座考古价值极高的墓葬, 考古队员准备继续深入发掘, 然而当地一个叫做许氏银额的女子却打来电话阻止, 考古队听了她的理由后, 结果还真停了下来, 原来这位许氏女士自称释迦坑为其祖坟, 也就是说她是西兰王子后裔, 在闽南人的传统观念中, 祖坟是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动的, 祖宗被惊扰无疑会带来灾祸, 所以许氏银额冒着违背祖训的风险站出来阻止考古队, 此外他还拿出祖谱以证明自己的身份, 考古学家通过对比祖谱和发掘的相关文物, 以及许氏女士具有一些古西兰王室的身理特征, 左耳阔上有一小孔, 证实她确实是西兰王室后裔, 就这样, 原本是平民百姓的许氏银额一夜之间就成为当地人口中的西兰公主, 从祖谱的记载中可以看到, 西兰王子一脉传到许氏银额高祖母时, 已没有男丁存在, 于是他们招了一个姓许的上门女婿, 将姓氏改为许氏, 这也就是为什么许氏银额不是姓氏, 而是姓许氏的原因所在, 2002年, 西兰公主许氏银额应斯里兰卡政府的热臣邀请, 首次回到祖辈故地, 斯里兰卡人们以最高礼节欢迎许氏银额, 到处都是人山人海, 西兰公主的到来也令得斯里兰卡国内掀起了一场公主热, 作为500多年来, 西兰王子一脉中第一个踏上祖辈故土的人, 他备受斯里兰卡礼遇并拥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在他的建议之下, 泉州市和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正式结为友好城市, 许氏银额因此成为了中斯友好的代言人, 如今宁南地区的西兰王子后裔大概有40余位, 居住在海外市, 许氏一族华侨也有不少, 许氏银额时常会邀请这些自己的同族亲戚来中国或前往斯里兰卡, 一起寻根问祖, 为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份贡献。